大家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就着土耳其发生这个出兵 叙利亚北部这个库尔斯坦这个事 我再给你讲讲美国的衰落 很多人说人家土耳其打仗 土耳其和这个库尔斯坦打仗跟美国衰落有什么关系 那么我啊,是不是 我看问题从大面看 因为我知道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首先他们能打起来啊 这个地方有美军的 美军在这个地方还乱了 就说明啥 就是美国这个警察呀 就像那个街头似的 警察明明就在对面站着 这边发生枪战 那你说明啥 说明警察呀 他不敢参与到队长枪战 他不敢来什么 制止枪战 说明什么 这个警察是很虚的 甚至他手里可能没枪 有枪啊 他不敢放 为什么成本太高 他就不愿意什么 就是管这个地区 他撤出了 你现在看这个事就可以看出 这个街头的警察 全世界的警察 美国本来在这个地区存在 存在 但这个地区现在越来越乱 土耳其直接就敢出兵 发动战争了 说明什么 美国在衰退 在这个地区势力在往回撤 为什么撤出 美国可是在这个地区流过血呀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两场伊拉克战争 91年就打了 打到最后 他撤出了 为什么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图 看一个图 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图 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张什么图呢 这是一张 美国 国家外债 就是今年的 已经2.27万亿了 半年2.3万亿去了 2.2万亿 2.2万亿相当于什么呢 我半年以前 我做过节目 我说什么 我最早的视频也说过 美国呀 这个国家的GDP呀 只有什么 不到2 不到20万亿 不到20万亿啊 但他现在国家的外债 已经22万亿 对啊 刚才有个口误啊 是22万亿 不是2.2万亿啊 22万亿 22万亿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美国人呢 全国人啊 一年干的活 一年啊 你不管是干什么 产生的GDP 全部美国人啊 全种 全美国 产生的GDP 还不够还你那个债 你一年挣的钱 还不够还债的 你这个国家 现在的生活啊 是围绕着什么 可以说是借债度日的 在这个例子啊 就可以看出 美国现在是借债度日的 以前美国啊 打仗是借债 借债是为了打仗 现在啊 不打仗 还得借债 你就想想 现在美国国力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预计啊 到明年吧 现在到明年 每年美国还外债的利息啊 要七万个亿啊 七万亿的利息 我觉得这个美国现在是 借了新债还旧债啊 他这个债务总支出规模里边啊 主要是政府开支 就是你现在看到所有的 美国警察也好啊 美国所有政府部门 CIA啊 FBI啊 美国军队啊 得靠着这笔钱活着 很有意思 借钱啊 靠借债啊 政府活着 但美国人不急啊 我说了 美国人人家有有什么 有螃蟹圈啊 玩螃蟹圈 很厉害啊 很聪明 但是啊 你可以玩一时 你现在想玩一世啊 你越玩会什么 会越悬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啊 你不会让这个自己啊 就是长时间的靠借债度 是这个这种这种 这种时间啊 这种生活啊 会这么延续下去 长时间这么延续下去 你的敌人 还有你的什么 你的朋友也好 你的外人 外面的人 怎么看你这个国家 如果想搞你 是不是 你这国家很容易就被搞掉 这是一个雷啊 但是美国现在不怕啊 借债规模还巨大 那么我分析出来 为什么 美国真正的实力已经衰落了 之前我讲过啊 首先啊 美国这个国家 靠什么发行螃蟹圈 玩金融 它的GDP上去 美国大量的GDP 不是靠制造业 不像中国 中国的GDP靠什么 靠真正实 实打实的靠制造 因为中国想玩金融 现在还没像美国 那么玩那么溜 人家美国发螃蟹圈 是不是 一张纸就换钱来了 换筒换回东西了 那没超过就是 但是啊 中国只能啥 苦哈哈的 是不是 你看 跟打贸易战的嘛 贸易力 是不是 靠贸易里边 挣一些钱 然后自己国内 搞机械 那也实打实的 钢筋水泥啊 这些东西 是不是 都是靠这些东西 实打实 但你看美国 虚的 他是虚胖 借了新钱 还旧钱 然后呢 每年的利息啊 都好几万个亿啊 七万个亿啊 就是光利息啊 这是啊 本金你还没想 本金我估计 他自己都不敢想了 22万个亿 一年把美国卖了 他都还不起 但是美国人啊 很高兴啊 人家可以买买买啊 美国人自己还不知道呢 他自己还喜欢买买买的 跟他啊 政府接的债 跟他实际也没关系 说回来啊 这个账 是不是 借了这么多的账 按理说应该有钱打仗 但是美国没有 因为美国现在自己啊 从这个账都不敢参与了 美国最愿打仗 哪场仗美国没打过 你想想 那美国一听 打仗了 好家伙 那军工 是不是 军工复合体 赶紧上 现在你看看 连军工复合体 这帮这么 这么疯狂的军人都知道 美国已经没有力量 再发生新的战争 你就想想吧 你就想想美国国力 连这么疯狂 是不是打仗我可以赚钱的 这帮军工复合体 都不想参与这些战争 都什么 在中东把实力往回撤 你就说美国人自己 这是美国人自己啊 而且是最疯狂的军工复合体 都不支持打仗了 美国人真正有钱了吗 他知道自己那点底子 现在啊 美国已经借了大量的债 这些债啊 后面能不能还 要看什么 要看国际形势 什么国际经济情况 美国出去是放高利贷 放高利贷 各种形式的高利贷 然后把钱啊 是不是 能还掉 美联储再做一些 我之前说了 缠旁一绳嘛 是不是 慢慢把这个债务 慢慢来给 消掉了 现在能不能玩这套 能不能玩 现在又一说 现在国际经济 让美国搞了一个贸易战 国际上也不好啊 很多国家自己的粮食 也不够了 是不是 我还得指着你 你这旁一圈 我捣圈活着呢 英联邦那些 不都靠捣圈活着吗 你看活得挺好嘛 是不是 有山有水 空气也好 还动不动签证 不让你这国家人来 捣旁一圈嘛 人家都跟着一起 捣旁一圈啊 捣吧 你捣旁一圈 好 最后 这些国家经济也不好了 只要你这个捣呢 那你 你自己这旁一圈 都不够了 怎么捣啊 实体经济啊 这些国家啊 包括中国 印度 什么 德国呀 日本呢 这些是什么 苦哈哈的 玩实体的 那这些国家经济啊 现在你看 德国也负能长 日本也不怎么好啊 像你讲的 中国是不是 你的GDP往下降啊 那就说明啊 美国未来还债能力啊 他得靠这些国家 给他供养 供给什么 供给啊 真正的什么财富啊 他拿的是旁一圈 去换人真正财富 他以后还 也要还这些东西啊 还真正的财富 你不能是 你拿旁一圈 你还旁一圈 你怎么还呢 你是高利贷 你得有什么 经济成长率 就是说别的国家啊 经济成长率低了 那你挣的利息就少了 你挣的利息少了 而你的外债 是不是 外债增长率 又超过你啊 你这些 出去放高利贷 赚到这些钱的 这个速度 这些利息 你自己想想 很难 你这债会越来越多 而你啊 你还债能力 会越来越小 是不是这道理 你就外面 挣来的钱越来越少 但是你的债 会越来越多 那这就慢慢 一些恶性循环啊 我预计 还有这个国际上的 这个金融机构 也预计了 再过十年 美国的债务啊 要超过自己的GP 百分之一百五啊 那个是非常可怕的啊 就是一年 美国干的活 还不够 绝不光不够了 差一个半呢 差一个半美国 那借的债 就每年啊 那时候非常可怕的啊 我说了 这美元的洪水啊 早晚要来 当其他国家都向你啊 要食物的时候 要实体东西的时候 美国人民呢 要回到工厂 要真正什么 哭哈哈 累紧裤腰带干活了 因为你啊 你拿的欠条太多了 你发给别人的欠条太多了 人家拿欠条上门了 要回来了 上门了 但犹太人很聪明 他会玩一些手段啊 消掉一部分欠条 让你这些人呢 是不是 消掉 欠条低价就还回来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国家 像中国手里啊 这么多 不可能让你那么轻易的 是不是 就把这欠条抹掉 所以啊 咱们慢慢后面去看啊 美国的衰落 从这个土耳其啊 打这个仗 你就看出来 首先军事上 美国已经不敢啊 在全世界扩张了 再有 你看的美国这个债务啊 债务水平 新高啊 你就可以看出 美国到底实力是什么样的 这个债务啊 不会减少 而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就像一个什么 顶在脑袋上雷啊 随时可能炸 美国呀 它是一个全球性国家 它这个债务啊 会扩散到全世界 那么西方世界啊 发生什么 发生这个经济危机的 经济危机啊 这种潜 潜在的这种情况 甚至发生 世界大战有可能啊 但是我说过 有核武器国家 不会发生战争 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啊 那些小国家 最有可能发生战争 因为战争是消掉 你这欠条的最好手段 直接把债权人 杀人灭口了啊 换主人了 所以啊 世界很动荡啊 未来世界也很动荡 这么一看 朝鲜 现在北朝鲜 现在最安全了 又有核武器 跟世界经济又没有 没有联系 手里又没有那么多 美国的窃条 哎呀 这看来北朝鲜 挺稳定的 发生什么世界大战 发生什么经济危机 跟北朝鲜 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就看现在 很有意思啊 我现在越想啊 这世界越有意思 跟美国联系深了 那么美国出问题 美国还不起钱了 你也得出问题 你到底救他 不救他 你跟美国联系 越紧密 跟美国关系越好 你用他的螃蟹圈 那么他呢 收割你的时候 割酒 就熟 再不济 人家就夸 搞地缘政治混乱 是不是 搞一场什么战争 把你政权一推 地区 整个地区 是不是 就当年收割日本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日本 你不是第二大经济型吗 你手里我的美元最多 我戒条最多 那我收割你们日本 我也不发生 不用战争 因为本来你的国家 就是我占领的 你国家被我占领的 我也不用战争 那怎么办 经济手段 还有一个韩国 韩国之前看过电影 叫什么 国家破产之日 国家破产日 那个电影韩国 那美国 你看个美国 那收割韩国收割的 大鱼 那大鱼集团 还有美国什么三星 LG 全让美国什么 还有金融 那小企业 全收割了 那都是美国资本在控制 你国家完蛋的时候 就是收割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像韩国日本 都被美国收割过 很有意思 越想这个世界 越有意思 反而是北朝鲜 我觉得 越看越美丽 人家国家挺独立自主 不被你美国收割 这也是美国最气愤的 就要把这个 北朝鲜政权 弄掉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世界 你不要看别人说什么 你要真正了解 这个世界的结局 世界结果 你会发现 所有人都不傻 所有人都不傻 跟着美国有时候能有肉吃 但是你必须得让美国控制你 你要想独立出来 那美国要打压你 这又很有意思 就把你说成很邪恶 美国自己 这个债务上去了 但我觉得美国不会倒 你现在是美国实力弱了 但是美国不会倒 为啥 美国倒了 对中国也不利 对中国也不利 我之前讲过 美国呀 它现在是 叫什么 出头鸟 是吧 所有的危险呢 还有所有的 一些国家 还有一些层面上的 还有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 有一些事情 还是需要美国来做 顶头来做 你包括这个雷 就这个美国的债务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实话 全世界的经济 全世界经济 还是要靠美国这个 这个大头 他在前面冲 其他人在后面 美国这个金融啊 对世界很重要 全世界呢 也是依靠美国这个金融 在运作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 美国的金融不是不可替代 需要什么 需要全世界有一个准备好的 一个方案 就是你这块不行了以后 我跳到另一艘船上 你这艘船不行了 我跳 跳船了 那么时候 那个时候 全世界抛弃美国的时候 就是美国什么 最危险的时候 现在看啊 现在看 现在还没出现一个 一个什么 第二艘船出来 所以美国金融 还是会运作下去 很多人说了 哎呀 那美国这么重要 美国是不是很厉害 你不要以为他顶在前面 他一直在前面冲 美国的金融 是吧 给全世界 这个 这些国家 是吧 所以参与世界 经济体系 这个国家 打头阵呢 打前面冲 他就能得到最大利益 你错了 他得到利益多 但是风险也是最大 你做过生意 做过买卖都知道 得到利益最大 那个人 他也是承担 最大风险的人 现在他这个国家 要么不出事 这国家一旦出事 就可能是亡国的事 我告诉你 倾家荡产的事 所以其他国家 跟着美国这个 用他这个美元 用他这个结算体系 用他这个所有的 这一套金融的这块 在全世界 催城跋战 发展经济 包括日本 中国不都是吗 你美国顶在前面去吧 反正大家用的是美元 最后美元倒了 也是美国倒了 其他国家 是不是 都会有自己的备案 我告诉你 都有备案 包括日本都有备案 很有意思 你能力就大 你风险也越大 其他国家跟着你干 所以这么看 中国不希望美国倒 美国倒了以后 没有前面 冲在前面的 对中国不利 中国还是喜欢什么 你们去干那些 有风险的事 有风险事呢 我呀 根据你后面 干那些动向 我可以慢慢的 推 就是说 推倒出自己的经验 然后呢 总结出来 我呀 有一部分跟你干 有一部分我也自己干 这个挺好 所以我不 我不希望美国就这么快 就倒掉 所以他这个债务 会越聚越多 但是呢 也啊 是不是 有其他国家支持 他这个债务也不会崩 但是这也就是我说的 所有国家 你看 我说我现在要 把你思维升级一下 当所有国家 是吧 都不认为你会崩 都会支持你玩这套的时候 你的这一套 用债务而虚拟经济 钱变钱这套 你会越来越热衷 你越不会干什么 实体经济 这也就是川普总统 为什么想把制造业搞回美国 他看到这是个巨大的雷呀 而其他国家又支持你 在玩雷 你手里在那倒那个什么 玩什么 玩雷呢 这雷上去 随时炸 你天在那玩 别的国家离你远远的 看着你玩雷 然后呢 看你玩雷 然后收你门票 来大家来看 这有一点点玩雷呢 是不是 我们收门票 你看 五块钱看一分钟 五块钱看一分钟 别的国家在那收你门票 他自己在玩雷 倒雷嘛 他自己在那倒雷 美国就是那个傻巴鸡 在那倒雷 但是呢 他也拿大头 五块钱门票 美国抽走四块 别人拿走一块 但是别人没有风险啊 因为人家在别的地方 也开一个厂子 别人也在那倒呢 人家还有别的收入 但美国自己在那倒 别人也收你门票 最后你玩的雷炸了 炸死的是你啊 你想想美国人是不是 炸死你啊 但人家国家 国家大不了啊 这死了 死了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继续玩雷 所以这世界很有意思啊 就是你啊 能力越大 相反啊 你的风险也越大 而且别的国家还支持你 但是继续倒雷 你想不倒了 像特朗普说 那我不能倒了 我得回归制造业 我也想去收门票啊 可能吗 没有国家会允许你这么干 怎么干 哎呀 我给你这么便宜的东西 吃好喝好 是吧 美元 美国南博万 美国 美国 那是 NBA球星 是不是 南方公园 电影明星 Superstar 美国好啊 美国够了 好好好 那接着干 接着干 哎呀 我现在一看一眼吧 全世界拱着美国 在这玩雷 美国啊 自己还挺高兴 玩雷啊 我们就得那么玩雷 是吧 这就是说 福祸相依嘛 你这个思维上去 你就看 现在别的国家 拱着美国 捧着美国 重型捧月一样的 捧着美国 在这倒 倒啊 倒可以啊 因为人家也能得到利益 美国也得到大利益 但是这么玩下去啊 美国会把自己玩死 他美国人自己也知道 但是他又不能停 因为这个诱惑太多 诱惑太大了 诱惑 诱惑一旦大了 他就必须坚持在这玩 这就是美国啊 美国 哎 我现在想美国呀 还真不如 不如这个北朝鲜 人家北朝鲜 是不是说我不玩了 哗把雷一放 我走了 苦哈哈苦哈哈 我不足以玩死了 但美国现在不行 美国一旦玩 这雷一旦炸了 不光把自己崩死了 是不是 那美国整个 整个消灭了 美国 他又停不下来 这个太好了 全世界的人 好 好 雷玩多好啊 是不是 你这玩的太好了 有吃有喝 是不是 完了自己还借了一堆钱 哎呀 你现在听明白没有 这个世界不是你冲在前面 你拿到最大利益 你就是那个什么 你是那个winner 有的时候啊 你看着别人冲在前面了 你想一想 你要是上冲 也冲上去了 你呀 虽然能得到最大利益 但也是最危险的 这就是我从这个 哎呀 我从这个战争给你讲到这块 我就说美国啊 又讲到美国的债务 我就想说什么呢 美国现在啊 就像当年这个英国啊 英国有个大文豪叫什么 忘了叫什么名 他说了一句啊 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现在是最坏的时代 美国现在也是这个啊 我结尾一下吧 你自己想想我今天说的 美国现在就是什么 最好的时代 也是那个最坏的时代